为了庆祝母亲节 同时也为了圣玛丽诺市 消防协会的捐款 该市的消防局 以及美国华人妇女协会 等等20多个社团还有商家 在上个周末 与圣玛丽诺市的雷西公园 联合举办了早餐的募款游园活动 吸引了包括华人在那的 2000多个社区的民众是永远参加 大家在吃喝玩乐的笑声当中 一起分享了愉快的周末 华福会会长曹林现场介绍说 圣玛丽诺市每年都举办一次 为消防协会募款的聚餐游园活动 他们协会已经连续参加了两届 今年捐款2000元 用来帮助消防协会 为火灾烧伤者急救治疗之用 他表示圣玛丽诺华人越来越多 有责任和义务参与美国主流的各项活动 来提升华人公益形象 为美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现在我们的华人来得越来越多 尤其是很多妈妈陪着孩子在这边读书的 我们希望把这些妈妈们 妇女 儿童们都团结组织起来 为了我们的形象 我们要为社区贡献 我们不但要在这生活 我们主要还是去贡献 去贡献自己的这个时间和金钱 来让这个社区越办越好 据介绍当天活动的内容 包括儿童游乐场 里面有蹦床 滑梯 盘旋等游乐设施 还有美食区 数百位本地居民 携家前来一边品尝甜饼 一边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警局还派出消防车 邀请小孩和家长坐车游览公园 这项活动促进了消防局 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和信任关系 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访报道